最近商业电台发生了卖频道时间被民建团搞到一捲捉 管理层的王永先生出来解画 但解了解了解了发了脾气 拍摄时间 这一件事令我想起这个职场美金人 好笑是这样的 因为我飞到澳洲 回来在飞机里看报纸 有王永有中间的律师李永达 接着隔壁是陶军行 为什么不见了那个人 那个人叫杨振耀 没理由 我打发给他 为什么不见了 那个人没有做节目 没有 只拍了他三个 即是没有拍到他 没有拍到他 现场还有一个叫杨振 这件事令我想起 这个职场秘笈当中就是管理人 管理人其实这次王永先生所做的事 有两点作为管理人是错的 一是什么呢 就是发老皮 什么不行 发老皮不行 管理人为什么不可以发老皮 老板见到真的很害怕 一会再重复 说完第二点 才做错 如果我当今次的事件 是由老板交代你去做一件事 但是你造成的结果是这样 即是说舆论那种蜂拥 那种质量 你不单没有帮老板解决问题 你还是创造了问题 也让他背起来 老实说 你试试看今时今日的舆论 有多少个矛头 是直指商业电台 直指余曾 所以其实 如果我当这件事 真的是老板的意思 余曾说不关我事 我们交给了那条男人跟 那条男人决定关我什么事 这就是最低级管理人员 最低级管理人员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特解决不了问题 你还帮老板 要帮老板跟你一起 烦 烦到他 添烦添烈 不行 为什么不可以发老皮 可能你发老皮老板很开心 你老板不断保持一个好的形象 是一个好人来的 你发老皮就对了 如果有政治目标的情况之下 发老皮 就是你做奸人 老板做好人 永远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平衡 但是这次是对外 这次是对外 你不是内部 内部我可以考虑到 有些这样的情况 老板是很喜欢一些管理人 就是做 做黑面 又或者那次周庸很经典 就是我对着他 发老皮 我没有学历 那又怎样 他预了不做 但王永是这样 但今次的事件 我的observation 我觉得王永的发老皮 发老皮是动了真怒 不过意的 没有预谋 不是一个假的 说真的 发假怒 我是个专家 我常常在公司里面 炸掉外套 有目的 那你就好 EQ你可以控制到 发和不发 但今次 王永先生是控制不到 他可能有些情绪问题 其实王永应重温 郑大班以前做节目 郑大班发老皮 发得很厉害 他发完老皮 然后说 我说一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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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笑 他说 头尾那句才好 我刚才发老皮 骂了全家都 我说一下而已 哈哈 说真的 真是层次方面 王永先生和 大班不可同的议议 我又说回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今次 商业电台要 卖时段 给民建联 其实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如果王永先生 如果这是一个 公司整体的决策 然后交给你去处理的时候 我先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先讲个故事 给大家有点啟发 话说春秋时代 有一个国家 国家已经年年 饥荒失收 但是皇帝仍然要 建一个庭台 留国给自己用 其他群臣 都不敢反对 然后宰相 凌机一触 他说 皇上 我觉得这些重要的东西 你要交给我做 于是接了整个工程来做 如是者 他就把整个工程 拆分开几个阶段 聘请不同的工人 于是就发放工钱 在这样的时候 终于协助了人民 经历了灾年 因为有 有钱收 这个就是一个 有智慧 有智慧的管理人才 两边都做好了 是的 皇帝又开心 人民又可以 但这个故事可以怎么apply 王永事件呢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 可能被我处理的话 我会这样一样 首先如果 确定了 管理层的目标 即是老板的目标 就是说 我要卖时段 赚钱的话 叫民建联改名 不要用民建联买 或者先用民来买 接着建来买 接着乱来买 这些都可以考虑 这些这么绝的招 未必一时可以想到 但是我觉得 其实港管局当中 是有一个规定的 但是不是说不可以做 但是你要先申请 我觉得王永先生 你要做足所有的 叫做保罗友行动 就向港管局申请 但港管局不会轻易批的 因为他都会pay safe 他敢不批吗 他敢不批吗 那倒是 今时今日这样的情景 但是他批了又会死 民建联是什么 批了又会死 大佬 民建联是全香港 最有影响力的 你意思就是 把这个最辣的东西 扔了给港管局 先交给港管局 给官去决定 还有港管局不批就好了 又是解决了问题 不行 现在老板要收你的钱 你傻子 但是港管局不批 王永不挣上港管局 其中要考虑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想 你五十五十 我老板要收你的钱 我不可以take your risk 不如不要申请 不时机决定 反正没有犯例 如果是这样 始终是一件事 王永先生 你现在在做那件事 很多人非议 就是你将内容与广告结合 如果你将它定位为一个广告 是一个政治广告 首先是一件事 整件事不关我偏彩部事 整件事是我广告部同事 创作出来的 这件事首先第一件事 没有违反一个作为 广告传媒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叫做偏彩中立 所以我说第一件事 如果你将它定位为 不要碰你的偏彩人员 这是一个政治广告 现在他出来说 完全丧失了 所谓的立场 没有了困难 都不知道是哪一边 他现在又不是广告 其实如果你将它定位为广告 整件事就容易拆解 没有我的偏彩人员在里面 第一 第二 如果你向港管局申请 我觉得港管局 基本上不是由李湘向他申请 你试试叫民建团申请也可以 老实说 今时今日民建团的影响你多大 大一大浪 所以呢 接着还有一件事 你要有一个说法 整件事要有一个说法 为什么呢 无论你怎么做都好 舆论一定有声音的 你要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 就是 好像我们昔日说的 曾荫权一样 喂 大佬你出来 见传媒好 出来见那班议员 癫狗好 喂 他一定会四方八面攻击你的嘛 你要有一个 好好地给人 四方八面攻击的预备 先 你要有一个很好的说法 这样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有关的问题的损害减到最低 我看这件事 我就不得不佩服商台 有这样的创意 就是做一件 人未做过的先河 但是问题 处理得好不好 创意和处理得好不好 是两回事 所以要处理得好 令到这个创意就好 但一处理得不好 令创意变成了 难探自一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